这几年越来越常听到气候变迁 环境永续 能源减碳等名词 逐渐这绿色相关议题一定是世界的显学 前年蔡总统也宣示要推动2050净零排放 因此成立了36年的环保署 今年8月正式改制升格为环境部 新的环境部跟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 它提升为部必然有增加其他的职能要做 未来会有哪些重大的改革 这一集我们特别邀请到首任的环境部部长 薛富胜 薛部长 欢迎您部长 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部长是学者出身 今天是第一次接受电视专访 是的 是我第一次到电视台来 您是第一次的接触 其实事实上也蛮适合您现在 这是全新的一个部会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环境部跟过去的环保署 又有多到哪些扩充呢 是的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 我们环境部是在今年8月22号正式成立 那之前环保署事实上它是以污染的一个管制 作为整个推动业务的重心 那升格为环境部之后 我们事实上是把污染的管制 变成一个预防的管理 那特别是大家都知道 今年以来 事实上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环境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包括巴拉玛印河 因为干旱使得这个船只的航行受到限制 我们看到夏威夷的大火等等 这些很多的现象都是过去所没有 那环境部在8月20号成立之后 事实上我们主要的任务 就是来面对气候变迁所造成环境的冲击 我们要来积极的解决 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我们蔡总统事实上在今年2月15号 就公布了我们国家 针对气候变迁的一个叫做 气候变迁因应法的一个法律的位阶 那把2050禁令排放 列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台湾事实上现在 跟世界137个国家 我们事实上是同步 我们要面对气候的变迁 我们要追求静音的一个排放 那当然除了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之外 事实上环境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做支援的一个循环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过去 我们的经济运作模式是所谓的线性经济 什么叫线性经济 就是我们在以往都是从地球 地底去开采这些不管是石油 不管是矿产 那之后经过生产 经过制造那变成产品 那到消费者手上 那消费者用完以后 或者东西坏掉的就丢弃 所以就变成很多的废弃物 所以我们要变成要去处理这些废弃物 连这个都要处理 那你提到这个资源循环的再利用 好像也要透过立法 是 所以有一个资源循环促进法 这个法好像还没有通过 我们现在在草泥 那大概在今年年底会公告 那希望说明年第一季 就可以正式通过立法院的一个立法程序 如果通过这个立法 就是要弥补现在必然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是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说废弃物的清理已经在做了 那另外一个是资源的循环 我们也在做 但是这里面还是维持以前所谓的线性经济的概念 那没有从沿头去把这些这个材料去做减量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陆陆续续 还是这个垃圾一直在产生 并没有办法去减少沿头垃圾的这个量 那我们这个资源循环促进法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以往线性经济的概念 变成一个循环的经济 上游的这个产业 它所生产的 除了它的产品之外 可能还会有一些互产物 甚至是所谓的废弃物 那这些废弃物很多事实上是可以再利用 它很可能这个上游产业的所谓废弃物 这个新的产品之后去利用 那它可能又制造另外的废弃物 又变成下一个产业的一个材料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 垃圾是大家都不太想要的 所以您讲的这样的循环 就是会有上游 中游 下游的循环 那这个愿意有足够的产业 或者人力 会愿意投入垃圾的循环使用行业吗 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经济的一个运作的模式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在1980年代 那时候我们在大学读书 那时候台湾还比较没有重视 所谓智慧财产前的概念 所以我们很多的书 说真的那时候都是倒映版 所以同样的书 我们在台湾买倒映版 一本可能大概100块200块台币 可是那个言文书在美国 假如换算成台币 可能要卖到3000块4000块 所以当我1985年到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所谓二手书 那为什么二手书会在美国非常流行 就是因为它的新书 原版的非常贵 那这些原版的书 用完第一年用完之后 事实上大家都会拿到书店在去卖 那书店的老板就买起来 然后接下来新生来就买二手书 它的价钱原来的十分之一 所以也算是一种资源在有 所以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没错 事实上台湾过去这一段时间 也一直在推所谓的包括共享经济 就是说这个也是资源循环里面 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说我们将来很多东西 可以用的我们就尽量去用 所以在我们资源回缩里面的第一步 我们事实上是要鼓励所谓的再使用 譬如说我们主持人 你家里有一些包括家具 包括电脑 包括这些这个电子产品 你很可能每一年就想要换新的 但是它功能还很好 它就可以拿到 所谓的二手的市场去卖 当然它卖的价格就比较低一点 有些人就会去买这些东西 因为譬如说像年轻人 他很可能就说 因为整个收入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二手的功能也还很好 所以事实上是这种 一个再使用的概念 而且听起来是蛮经济的 您提到这个资源的循环促进 这另外新的有一个名词出现 有些人就觉得不是那么理解 一般人会不会被磕倒 就是这个资源循环促进费 等于是要征收一个费用 资源循环的促进费 谁来缴这个钱 它这个会不会很贵呢 这个价钱贵不贵 事实上我们现在还在草泥当中 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资源循环管理委员会 他们来决定 那一般民众事实上不用去担心 因为我们将来是要 赋予生产者有这个责任 就我们刚刚讲的 你生产这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除了它本身之外 可能会有所谓的 事业的废弃物 那这个生产者他就要对处理这些 废弃物要负起责任 他甚至当然他可以去跟他下游厂商做结合 因为对下游厂商 搞不好它是一个很好的原料 所以他事实上是可以把这些 原本视为废弃物 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卖给他的下游厂商 那他假如没有办法找到 合适的下游厂商 那他必须要用废弃物处理的方式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征收他的所谓的 废弃物处理的一个费用 因为毕竟产生的这些废弃物 必须透过政府组织的运作 来找出合适的厂商愿意 来把这些废弃物处理掉 或者再利用 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经济的手段 来让我们在资源的回收方面 可以获得诱因 那大家愿意去投入 所以这个就是环境部 那你就是说 如果要资源的处理的话 那厂商是自己做的划算 还是缴这个费用比较划算 他自己会去衡量 因为台湾是一个自由的经济市场 那很多东西当然就是供需的问题 供需的问题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事实上政府有责任给一些诱因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事实上台湾今年再生能源 占我们整体 整体发电量的比例 已经到达10% 这个在之前我们在 我们政府在推动再生能源 那时候单价都很高对不对 那政府就透过来补助 来协助台湾来发展再生能源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的再生能源 既然可以拉到将近10% 每年到今年为止大概 每年风电跟光电 事实上有将近15个Gigawatt 那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要政府 要投入一些诱因 来鼓励产业 愿意投入这一块 所以这个同样的我们资源的循环 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政府 必须要有一些资源的投入 那透过资源循环促进法里面 来征收这个费用 那专款专用 用在鼓励我们不管是民间企业 或者说这个社区 大家来共同推动这个资源的循环 我想这个是有必要的 那一旦这个法通过 也征收的这个费用 会不会造成厂商业界 他们的成本在垫高呢 当然从某一个角度 会造成成本的增加 可是我刚刚也有稍微提到 就是说厂商他必须 也要做一个产业的转型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 他的产生的所谓的废弃物 他只要懂得去做资源的利用 事实上他可以把 本来是所谓的废弃物 转换成为一个资源 那当我们提到所谓的废弃物 事实上它是一个负面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资源循环促进法里面 我们把废弃物的名称 已经把它改成废弃的资源 因为事实上它是可以再回收 再利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相信观众 你们也都很习惯了 台湾推动垃圾分类 包括资源回收 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我在这边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参考 就是台湾现在在一般家用的这些废弃物 我们的回收比例已经可以达到56% 换句话说我们所排出去每一年 大概将近一千万吨的家用垃圾 其中有56%是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 这算是很理想的数字吗 跟先进国家比起来 我们事实上是相当不错 我们事实上是前段班的学生 那事业会欺负我们的回收的比例 那就更高 可以到达87% 欢迎再回到新闻观测站的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的节目独家专访 是首任的环境部部长薛部长 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接受专访 部长刚刚喊到废弃物的再利用 还有征收费用 会让人想到碳费 碳费的征收好像各界也蛮矚目的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碳这部分 能够有更好的解决 碳费的费率有没有制定好了 碳费的费率事实上 我们的气候变迁因应法里面有特别提到 它是由费率審议委员会来做决定 那当然我也了解说 不管是我们的企业或者民间 事实上也非常关心碳费的征收到底多少 但是我因为这个权责的关系 还是要等我们的费率審议委员会出来之后 那有他们决定 但是我们当然会考虑说 到底排碳的形式产业别 以及它的量有多少 那更重要当然我们要必须跟国际能够接轨 那我们当然也了解说 一般民众会关心说 政府征收这个碳费之后 会不会厂商就会转嫁给消费者 这个我们也希望说未来 这个费率審议委员会要纳进去考量 那对我们的国家来讲 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欧盟 它已经有一个所谓的边境碳税的调整机制 也就是所谓的C-BAN 它是在2026年才开始征收 那台湾是明年我们开始就推动 来跟未来跟欧盟做接轨 所以在时程上 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配合得上 我们知道征收碳费 就是不希望国内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太多 因为全球在暖化 其实有一大部分是受到二氧化碳的太过多 所造成的 所以全球都在迈向希望能够控制 这个才不会让地球的环境变现 气候变现得太快 所以整体来讲 台湾排碳的部分状况如何 我们现在整个台湾一年 大概排放将近2亿7千多万吨整体 那我们第一波针对碳费的收起对象 是针对年排放量2.5万吨以上的电力业跟制造业 那我们盘点的结果大概有将近512家 所以这512家所谓第一波被征收的这个碳费 所以事实上这几家公司都是规模蛮大的 那他们我们所了解很多公司甚至在10年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做碳盘查的工作 那不管是经济部 不管是环境部 我们现在都积极的来协助这些公司 去包括做碳盘查 未来查证的这些等等的工作 那其他的包括中小企业 我想在第一波他们没有被列入 但是大家真的必须体认碳有价的时代已经来了 包括我们所有的前提的国民也是一样 我们未来在我们的消费行为上面 也要去朝向一个低碳的产品 我们是地球村的一份子 虽然我们并不是联合国的一份子 但是我们应该有散尽世界公民责任的这个义务 对 部长刚才谈到排放电的碳 其实国内人们一看这两年排碳的十大大户 我们列一下看到 其实跟发电好像都还蛮有关系的 就跟电很有关系 有些电器厂 发电厂 各地方的全台湾这样排下来 差不多是这些 我们也知道跟它的电产生 或者它在炼钢铁 所需要的能源非常有关系 大家也知道你征收它前 这个碳费一征收以后 如果贵它当然加到它的成本里 这一加上去那整个卖价就垫高 那不是还是一样在循环吗 这个部分我想收起费用的目的 不是来增加政府的裁员 绝对不是 它是一个经济的手段 因为当我们要收碳费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配套措施 包括这些公司 它可以提出所谓的自主减量 它可以规划说 好 我明年要比今年的碳牌减少 比如说5% 那它假如达到它设定的目标之后 事实上它可以采用优费的一个汇率 比如说我们本来是某一个数字的碳费 那它因为达到它的目标 它可以打折 选择比较折扣高的方案 那它假如说比疫期的还更多 譬如说它本来要减5%的碳排碳量 结果它达到7% 那它额外多的增加的2% 它事实上将来可以抵患成为 这个不管是碳费的抵患 或者它可以有碳权 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8月 您提到这个碳权 是不是请您再来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观众朋友都搞不清楚 这个碳权跟碳费 这概念上的差异在哪 所谓的碳权 它是可以做交易的 比如说这家公司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如说每年减少了1万吨或者几千吨 您是说持续的减少吗 持续的减少 只要它有任何减少的事实 前一期更减少 不一定 比如说你因为太患 你的锅炉成为比较有效率的 或者你改变 你本来是用深煤在燃烧锅炉 那你改成天然气 甚至是改成其他排碳量比较少的燃料 比如说固态燃料等等这些东西 等于你减少碳排量 那减少的这个量 它就有所谓的碳权 那这个碳权就可以到我们今年8月7号 在高雄成立的碳权交易所 它是当然是金管会来管辖 可是里面有一些碳权的交易的部分 是环境部来在定这个规则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鼓励我们前民 来推动减碳的运动 那减碳的这个结果就获得碳权 事实上是这样子 在减碳如果是这样讲 就减少像这种大型的燃烧 尤其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电力发电的问题 所以台湾应该利用绿能 产生了水风电 太阳能等等 地热产生的电了应该以后 从生产比例应该达到多少才是 台湾未来的出口呢 在2050年我们很期待说 再生能源占的比例可以60到70% 可以达到那么高 我刚刚也在节目当中提到 我们今年再生能源就是风力跟太阳能光电 已经达到15GW 大概相当于10% 10%已经比我们核二跟核三 核能所产生的电力所占比8% 已经超越了 事实上这个值去年就超越 未来几年随着我们第三期的风力发电的推动 跟太阳能板的持续推动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增加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环境部会在今年成立 它具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 也像国际宣布就是说 台湾事实上跟国际在减碳 这一块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我们也自己设定减碳的一个目标 碳位的征收将来会是专款专用 用在如何再去鼓励企业界更进一步来达到减碳的目标 达到减碳 其实有些时候使用能源是可以改变形式的 比方说有人减少了火力 减少了瓦斯燃烧 有人就开始用锄电 就是电的锄备 就像类似像电池这种概念 这个产业的前景如何 在台湾 这个产业的前景非常好 我们台湾也在这几年一直推动电动车 事实上大家都以为电动车只是减碳 取代化石燃料 事实上电动车有一个很大的功能 就是可以除电 除能 晚上可以拿电动车去来家里发电 各位事实上真的可以想象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的社区 假如将来都是采用电动车 事实上大家利用晚上等于离风的时段 把电动车都充满电 万一哪一天有一些紧急事情发生 我们需要用电 所有的电动车就变成一个电池 可以让大家用 好 部长刚上任 环境部刚成立 上任到现在不到一百天 口若悬河 口才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也听到说 我们本来想说您跟环境部的几个事业 就应该会有些距离 可是您现在很清晰的头脑能够分辨出来 可是您是让您上任以后 还有很多任务要您排解 尤其是环保人士 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还要您上任以后 还要再多加沟通 这会不会让您觉得有压力 不会 事实上我以前过去大概30年都在学校服务 事实上我跟环保人士私下的互动 不敢说非常频繁 但是事实上也都有保持一定的互动 现在开始立场不一样吗 不会 事实上不瞒主持人说 我事实上上任到现在 的确还不到一百天 两个多月 我跟环团人士正式的座谈 跟非正式的交流 事实上 能力还真的蛮高的 当然各位有时候从媒体上 或者大家的报导上面 是比较有媒体露出的部分才看 那我们台湾的环保运动 说真的 经过这些前辈 过去将近二三十年来的努力 事实上也还算蛮成熟的 也很多言 声音也很多 很多他们事实上是 都默默地在做 他没有特过媒体 或什么去露出 去表达他们意见 我接触的事实上是蛮多的 那我们就以基隆 四阶环评 它也算卡关了好一段时间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呢 事实上这个我们已经在解决 事实上我上任之后 我们就有新的环评委员 那我们也在上个月 就把新的环评委员 带到基隆 这个世界的厂议 他们也去做了勘查了 那这个部分 我们并没有大张旗鼓的 对媒体去做广告还是什么 根本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就默默地 就是说很务实的去做 我们也去检讨 就是说之前环保团体 或者对世界有意见的这些人士 他们的看法 或者诉求重点是什么 我们大概都有做一些厘清 那我在这边当然是满期待 就是说台湾民主化之后 也经过了二三十年 我们的民主的素养 也在这些年一直在持续在进步 那身为一个这个民主国家的典范 我们应该展现一个很成熟的民主的态度 所以我在上任之后我也满期待 就是说我们未来在做环评的时候 我会尊重不同意见的表达 让他们有机会 然后去表达他们的看法 但是我也很期待 就是说我们在做环评的时候 也有它一定的 包括议会来进行的一个议事规则 大家本着一个民主的一个程序 跟态度来对这个问题 那较大的这个共识 应该就可以让整个会议 顺利的来进行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欢迎再回到新闻贯彻站的节目现场 我们这一集节目是独家专访 环境部首任部长薛富胜 薛部长 部长把这个新的概念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我们知道 部长算是学这个材料科学的 是跟这个环境部有部分重叠 但有一部分也有一大部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部长 薛部长是很好奇的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您上了节目 我们要挖掘一下 也帮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好不好 部长来自于非常天然的澎湖 是的 您是澎湖小孩 那谈谈您的出生好吗 其实我是一个政家小孩 我在澎湖出世 说台语 我说台语可以 其实我说台语很好的 还有评语 出生 成长 包括我高中我都是读马公高中 你没有 我听说好多澎湖小孩也专程跑到高雄去念书 有 那时候包括我大学联考 事实上都必须到高雄 林雅国中考大学联考 我到现在记忆都还非常的深刻 我妈妈陪我到高雄林雅国中考联考 那大家都无畏 听说您高中成绩 大学成绩都非常好 全校第一名 不敢 成绩当然是在那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那时候的社会也很单纯 身为学生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 那事实上我的童年跟别人很不一样 我爸爸开铁工厂 那我叔叔开食品行 所以我从小事上也帮忙叔叔做蛋糕 这些面包 你会做啊 西点我都会 然后我爸爸的铁工厂 我利用暑假去帮他们打工 这些我都有 那您现在会不会做菜 事实上我做菜倒是我太太比较新 事实上我在美国康南博士的时候 那我当然很幸运 我在1985年出国 那很幸运的是说 以往到国外去留学 事实上配偶不能跟着出去 那正好我要出国那一年 政府开放 所以我比较幸运就是跟着太太 一起去读书 不过我们好奇 您其实您这个念书 不是直接学校毕业就留学 照年很多人就说 就一毕业就申请到国外去 可是听说你是先就业 先就业 就是先到中刚 中刚 我先到中刚 因为我是一个乡下小孩子 那乡下小孩子 说真的 这个对出国 我们真的是没什么概念 包括很糗的就是 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舞会 我第一次参加舞会 事实上也是大开眼界 因为我觉得台北的风气 当然比较开放 我们很多同学 他说我们高中的时候 老早就参加舞会了 那我在马公高中 从来没有参加过舞会 所以包括那个部分 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觉得这个也很可笑 就是说见识方面 大概的确跟台湾本岛的小孩子就不一样 那您就业了多久 是决定说应该出国深造呢 事实上我是到中刚公司工作两年 当然我也服完兵役 服完我在台中清泉港海军陆战队 服役人员 海军陆战队 对我是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那我服完兵役之后到中刚公司工作 那中刚公司工作 我那时候是负责评管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那些工作 比较属于例行性的工作 那我这个个人是比较喜欢有一些创新的 有一些挑战性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工作一年之后 就萌生这种 那是不是同些都出国了 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出去 所以我就决定马上去考托乌 考ZIE 那也很幸运 这两个就考一次大概都 成绩都还可以 那很幸运就申请到美国康乃尔 职工博士的奖学金 那又是前额的 那事实上这个过程当中也很有趣 因为我非常谢谢我父母亲 他们有眼见 他们认为说 虽然这个从中刚离职 因为中刚那时候待遇相当不错 那我们很多亲戚朋友 邻里的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学妈妈 放弃得很可惜 你怎么会让你小孩子要去美国读书 然后这边一个好的工作 所以我非常佩服我的 特别是我妈妈鼓励我 应该出去进修工夫博士 但是你是确实出去念书也念得很好 Cornel大学拿到的博士 这个博士学位拿到后 你大概就知道 你要从事教职工作 没有 这个我拿到博士之后 我事实上在美国密西根州到chemical 陶氏化学 我工作了三年 我工作三年 那一年忌讳 就是我在亲戚刚当兵的时候 正好我们海津陆战队 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 也是在当兵的时候认识的 那他住台中 那他告诉我说 中兴大学又成立一个材料工程研究所 那你要不要回来台湾 因为那时候台湾当然也解研了 然后台湾说真的那时候发展 特别是股市 我这个每天这个涨的程度非常惊人 那我朋友事实上是说 那你在美国也深造 然后也工作 是不是应该回来台湾回馈给我们这块土地 那特别是你的父母亲家人 也都在台湾 那中兴大学成立材料工程研究所 所以我那时候的确有一点点心动 那我当然也谢谢我的太太 后来她也支持我回来 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两个小孩子 所以对家庭来讲 事实上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因为也基于台湾这块土地 我是非常的热爱 那我希望说 这个有机会回来贡献给自己的 这个国家应该是蛮值得的 所以我从1993年回来一直到 今年正好回来台湾算是30年 那我都在中兴大学服务 那在担任部长之前 我今年7月31号是刚刚协任中兴大学校长 是啊 听说您协任中兴大学校长 本来是要出国再去算是进修 也可以算是休假 就是临时接到电话 邀请担任部长电话 这会对你人生算不算一个新的挑战 会不会冲击很大呢 的确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就是基于当初回来台湾那一块 那种初心 就是说有机会为台湾服务 那因为环境部未来的任务非常重 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气候变迁 包括资源循环的这一块 那我本身是材料工程的背景 那材料工程的背景正好对材料很了解 所以我对资源要怎么循环 事实上蛮有想法的 那气候变迁 减碳 这一块事实上再过去我也很关心 所以我为什么刚刚也跟主持人提到 我跟环保团体人士的接触 当然不是跟这些组织正式这样子交流 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在从事环保的工作 那也经常听到他们对环境的一些关怀的议题 那我对这一块我事实上也很关怀 因为毕竟我们都在台湾 生于台湾 长于台湾 那希望有机会能够对台湾做一些回馈的工作 好 学者出身的部长 那么请问您 对于您现在经营这一个部 您对自己有立下什么目标跟期许 我们现在第一个面临的就是 要跟世界同步 共同来达到2050晋零排放 所以上任之后 就积极在气候变迁因应的这一块 碳费的征收这一块来着力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就是资源的这个循环的这一块 那我觉得地球的资源真的有限 我们不应该在一直在开采 由这个地底下的这些资源 我们应该善用现有的已经有的这个资源 那尽量达到这些循环经济跟共享经济的一个精神 那我真的是满起喜 就是说我能够对国家 对环境部做一些贡献 特别是未来我们的观众 当你想到环境部的时候 你会想到健康安全跟永续 让我们台湾变成一个非常美丽 可以永久发展的一个家园 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期待 我们都对台湾可以做更大的一个贡献 谢谢您今天加入我们的专访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时间关系我们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